到底實質的意義是什麼 希望不要變成畢業旅行 希望不要變成畢業旅行 因為我們看到資料上面 企業界總共有七八十人去 那因為去的對象 去的這些國家 雖然跟台灣的經貿關係也不錯 可是到七八十人 就是說 部長可不可以跟我們講一下 就是這七八十人 到底他 對我把它再講完 他產業的類別 還有去的一些主要目標跟目的是什麼 因為我們知道說 去的地方也有什麼 資卡病毒是不是 所以顯然風險蠻大的 在瓜地馬的鄉下 那聽說你們去也要帶帳 不是帳篷 蚊帳之類的 我們是送一些 防治蚊蟲的 這些器具跟藥品 我很擔心說 我們馬總統會不會被資卡病毒所攻擊 開玩笑 聽說他會有小腦症 不過對沒有腦的 可能就不會有影響 這是開玩笑 因為我看你在這邊也非常累 所以我想問一下 這是去的目標 尤其帶了七八十位 企業界人士 他到底功能是什麼 那個訊息不太正確 我想 對我想這也是一個好機會 沒有這麼多企業界的人 這個我們事實上在過去本來想邀請大概五六位 現在事實上 因為這個時間上蠻充促的 因為企業界事實上大概 我們原則上只有幾位 現在只有海外工程公司的簡董事長 因為他在瓜地馬拉那邊有工程 所以事實上只有一位企業界的認識 那因為這次過境美國 聽說是經過西岸 經過這個Houston 回程是經過洛杉磯 那感覺就是跟上次經過東岸是有差別 那所以我想國內就很多解讀 甚至國際人解讀 是因為馬總統去太平島這樣行為 激怒了美國 跟委員保證沒有衝突 也沒有差別 我想我們都其實在從事外交工作很多了解 其實真的完全沒有 完全按照我們的規劃 北方同意 部長我了解啦 因為從一個部長角度而言 這也有績效的問題 你不能說 這個 也沒有績效的問題 我想我們是盡我們的力量 部長讓我把它講完 為什麼我會這樣提 就是說 馬總統很多行為 其實會影響到台灣跟美國的關係 那有很多指標 那我們 因為我以前是政治學者 其實現在也是 可是我們的一些看法就是 路徑過哪些地方 接見了層級 這牽扯到台灣跟美國關係的能見度 以及美國怎麼表示對台灣的友善 所以我們會覺得說 太平島的事情真的也是影響蠻大的 那這個 我們也認為說 馬總統應該從台灣的角度出發 這個 他有他的判斷 可是後續的 對於中美關係 對台美關係之間的影響 我覺得 這可能是外交部 其實應該 仔細說明的 為什麼我這樣看 因為馬總統這次 真的像畢業旅行 這個國民黨的同事也說 沒有什麼重要危機 為什麼要去 那去的地方 當然是我們台灣有邦交 可是 瓜地馬拉 他在中國已經有官方代表處 那馬總統去 能解決他目前類似雙重承認的問題嗎 或是 他是不是已經準備 在未來跟對岸發展更密切的關係 那很多謠言在講說 未來 蔡總統上台以後 甚至會有這個所謂雪崩式斷交 我想請問我們外交部長 會有這個狀況發生嗎 那馬總統去 這次此行 久安專案 對於拱佈台灣的邦交 真的有幫助嗎 那對於促進台美之間的關係 能米平他在太平島 所造成的傷害嗎 我想很簡單的回應 這個馬總統到太平島 對於台美關係 沒有造成什麼傷害 那事實上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美國國務院 後來對國會的報告 那另外這次馬總統出訪 美方能夠在第一時間 能夠順利的同意 當AIT AIT的發言人 國務院的發言人說 非常失望 我了解 這個是在第一時間 後來馬總統在提出 這個路徑圖之後 美方也認為 我們對整個太平島 對整個南海的這個做法 其實跟美方是蠻接近的 那事實上 我們跟美方 過去兩年的互動 其實非常的多 那如果委員有興趣 我們可以跟您再做一個說明 那這次邦交的部分也沒有問題 部長我想再問一下 因為馬總統此行 號稱會跟十位友邦元首 即政要會面 那其中一個目標 馬總統也宣稱說 其實要幫蔡英文總統的啦 要邀請友邦元首來台出席 新任總統就職典禮 那請你評估一下 蔡總統就職的時候 我們大概會有多少 邦交國的元首 或是友好國家的這些政要 就你的評估 大概會是怎樣的狀況 比如說這次去美國 真的也會談到 美國派來的特使 他的成績如何嗎 那馬總統在這方面 真的有辦法去幫蔡總統嗎 因為我們知道蔡總統還沒上台 這個未來的就職典禮 也是馬政府要辦的 那我們希望說 這個過程是非常的平順 那甚至如果真的能邀請到非常多 這個邦交國的元首來 也是一個好事 那想請你的評估如何 大概會不會有確切的數字 你的評估如何 我們現在當然還在進行當中 目前為止 至少有五位 這個國家元首 到台灣來參加就職 請問哪五位 我想這個實際上 我目前不太適合來詳細的說明 就擔心對岸會介入嗎 也不是 就是因為現在還在規劃當中 因為現在距離520 畢竟還有一段時間 那我們還在 因為有些邀訪還在進行當中 那我相信這個人數還會增加 當然也有國家是第一夫人 也有國家是這個副總理 但我想這個我們還在做一個統一的處理 那到適當的時候 當然我們會對外說明 那美國方面我們也相信 他會有這個安排 他們的這個特使團 會來參加我們總統的 你可以預測一下 或是你努力的方向目標 是哪樣層級的代表嗎 我想美方跟我們之間是有互動的 它會是一個適當的層級 像這一次 過去是一樣的 日本政府的反應就層級蠻高的 那你覺得這次日本 這邊我們的努力如何 我想美國日本是我們這個最重要的 這個友好的國家 我相信他都會有適當的安排 那其實馬中宏九安專案 其實我還是從一個元首角度來看待 我也很希望說 就他講的要做到最後一天 那我想馬中宏也很自豪 他對外 這個你的報告裡面 一大部分都是在談所謂活路外交 這個所謂這個和平締造者的這個角色 可是因為太平島的事 在國際上認為說 哈克巴爾是另外一個troublemaker 尤其在南海議題 當美國跟中國之間關係 這麼緊張的時候 馬總統這樣作為 是不會有影響 委員長不會啦 真的不會 我知道你做外交部長很困難啦 因為你是他的下屬 也不是這樣子 就是我覺得我們在南海議題 我們在太平島要有我們的聲音 要有我們的地位 要有我們的主張 這是對我們未來有幫助 對未來新政府也是有幫助 部長我同意你的意見 只是大家比較難理解的 就是說八年來都沒有去 那為什麼是在任期最後的時候去 那這個造成的這個成本 對於後續政府 尤其蔡英文總統上台 我跟委員保證真的沒有影響 而且對於這一次在進行的 菲律賓跟中國大陸仲裁案來講 馬總統這次去 事實上是有他的意義 能夠讓我們把太平島相關的訊息 能夠透過國際人士 能夠轉達給這個仲裁法庭 部長我前面也講 這個我們覺得 元首本來就應該做這些事 只是說他所選的時機 以及對後續新政府的影響 你知道外交國防這個是最敏感 因為仲裁案的進行 就是從去年的年底 到今年可能六月份 可能會宣布這樣 事實上這個時間點是很重要的 請問部長 你會不會認為說 當馬總統做這個舉動的時候 其實應該跟未來即將上任的總統 也不算商量 應該做一些討論 蔡總統也是這個談判的專家 過去在WTO也非常好的表現 我認為說 一個負責任的總統 在做這些影響台灣對外關係的時候 其實不只是詢問下屬的意見 更進一步應該考量到 他對下一任總統的影響 謝謝 謝謝部長 是 謝謝委員